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舒尔茨指示说 美国和德国依然绝对团结 这无疑是这位软弱的德国总理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 北溪二线旨在避免德国对波兰和乌克兰天然气管道的依赖 如果北溪二线被阻断 德国就将屈从于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 几乎在袭击发生的同时 布兰于10月1日开通了自己的天然气管道 尽管它的规模对于满足欧洲的需求来说还太小 那两条穿过布罗地海海底的管道是德国的生命线 而对俄罗斯来说 它们代表了稳定和长久的收入来源 并使其对欧盟的核心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俄罗斯和德国都没有从这次袭击中受益 而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提到了 允许来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通过法国运转到西班牙和德国的可能性 美国的能源操控意图显露无异 袭击的幕后黑手越来越清晰了 正如我们在其他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 隐藏在乌克兰危机背后的 是在经济上击垮德国和欧盟的击途 目前很明显的一点是 美国把其欧洲盟友看作出俄罗斯之外的真正敌人 美国的衰落及其失去对盟友的经济控制 正是华盛顿想要严加管教欧洲附庸的原因